欢迎收看新闻大百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资深媒体人董资深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邮曙 大家午安 资深媒体人善后知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现在当然抓战犯 变成了民进党的一个主旋律 可是民进党眼中的战犯 跟好像外界看民进党的战犯 有两种版本吗 是真战犯还是假战犯 因为我们看看 这个馆长就用一个 带酸的语气在讲说 现在在你们的认知当中 战犯应该就是这几位 甚至还有一个阴系的也说 他也要来当战犯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 我会发通告 等你来 I doubt you 不要说我不敢面对 我觉得敢面对的 对不对 陈明文大哥你也来看过我 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一起来帮 不要说为了馆长 馆长是被 为了国家社会 为了未来台湾人 2300万人的治安问题 社会福祉 我们请来 陈明文大哥一起来 你应该要来 因为明年要选了 一起来 一起痛骂民进党政府 就像最近 高家瑜 王世坚 何志伟 这三个人 被民进党打成渣一样 你想成为第四人吗 人称民进党反骨四大天王 何志伟 高家瑜 王世坚 陈明文 四大被骨天王 现在只有三缺一 现在差一个可以打麻将 差一个三缺一啊 明文哥 爱丹佑 当然陈明文不可能真的认为 自己是这个战犯 因为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大家外界心目中的 真正战犯 绝对不会是高家瑜 王世坚或是何志伟 大家认为头号战犯 应该是蔡英文吧 因为他就觉得说 现在所有的提名权 你都握在手上 大家当然谈 就是蔡英文主导 今天民进党的这一切 选情提名 全部都是你 可是蔡英文有检讨吗 你看他这番话 他谈到半血 他说 我们虽然有政治执政的成绩 可是人民是不想看到 民进党独大 这番话你觉得 可以相信吗 一个做得好的党 然后大家就觉得 不能让你独大 我就不要投给你了 所以你做得太好了 我要去投给国民党 这合理吗 一个东西 一个产品 卖得超好的 然后我们偏不要买它 我们就怕它独占市场 然后我们偏要去买烂东西 有这种说法 有这种逻辑吗 他现在是要欺骗他死忠的 还是要欺骗全台湾人 所以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他说我们就是做得太好了 我们的执政成绩 就是因为人民不想看到 民进党独大 所以网友在那边讲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还想了一副那种不想让 故意不想让国民党赢 你要不要自己想想你在说什么 再来跟大家讲话 是没有独考机吗 还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战犯 林志坚 因为这几天也没有他的什么 出来讲话任何消息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你林志坚开了这个一大破口 你现在还不出来谢罪 但是刚刚最新消息出来 高嘉宇不是讲一持五命吗 现在台大学轮会决议成名通 可能不适任 有这个独家消息出来 即将在择棋公布 这个我们后续继续来关注 那再来陈时中也是被大家认为说 一大战犯 就是因为这个防疫没有做好 让很多支持者觉得不对 我们就是不认为我们防疫做得好 可是陈时中的感觉是平行时空 他是说什么 他是说防疫未完就出来选举 可能让支持者感受到被背叛 因此就没有出来投票 或是投给的对手 他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真的是防疫做太好了 是你们舍不得我走 可是我走了 我辜负了大家 他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为什么民进党这次会输 到此时此刻 民进党还是不懂人民的感受 他们的感觉还是很自我良好 那更不用说寇寇姐 寇寇姐她说提出了三个疑问 说发生什么事情民进党惨败 竟然陈时中得票率比李应元还低 是黄山山抢走了浅绿 知识绿跟年轻绿的票 年轻人都去哪里 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投给民进党 那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看 没有影片 为什么没跟我说呢 好 这影片就是这样子 张淑娟就是被你这样追着跑 你就是因为这样子跑着 这样子去 在那边说张淑娟女士 我跟你道歉 我跟你道歉 就是这一幕 让很多人已经觉得受够了 然后你连慈继都出征 这些难道不是让年轻人觉得看清楚民进党的原因吗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陈明文现在最新的一个讲法 更让大家觉得快昏倒了 什么说法呢 因为大家都在检讨阴系 结果他可以逆着说 他就讲说 其实阴系是功臣 你看看 我们还有一些执政县制 就是因为阴系才守住 不然你的意思是什么 不然全台湾应该全部都败掉 是靠着阴系才守住这几个县市吗 所以他真的是很能够睁眼说什么话吗 你看看管碧玲 讲说要抓战犯 我们承担 但检讨陈时中团队 无法解释屏东的选情 他等于说也替陈时中脱罪一下 然后因为讲说 你看连屏东都选不好 这应该是整体的一个问题 所以网友就酷手改图 就说这几位 自我的感觉民调很好 这个蔡英文 防疫没错 陈时中 然后这个陈明文讲说 英系是功臣 然后林志坚双论文双杀 那再加上扣扣姐 大家就觉得 这我们通通都不是战犯 我们是功臣吗 还是这种感受吗 那再来我们看到林熙耀 前两天不是也是间接证实 测译网均不是民进党的主要成员 那就代表 承认有网均有测译 所以对比当初 巧心秀出来这一个截图 说阿中进办要求的 很明显 这如此对照下来 就代表说你民进党 的确跟网均有来往 他不是你主要成员 可是他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员 是吧 那你是不是要先讲清楚 这个测译 这种隐形的战犯 是不是你们现在民进党 也应该要做一些相关的清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突然跳出来讲什么 讲说这些网均都是受政府指挥 让民主荡然无存 罗志正讲说民众不满网红 测译比候选人还抢劲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当初赖清德就讲说国家机器 网均这样的打击 你们现在才看见有网均吗 现在才开始要装 装清高说民进党这样子很不好吗 都已经让人家觉得很假了 那我们看到连这个粉砖只是堵栏 都讲说不忍了开炮民进党 虽然他后来又po了一篇文说 没有啦 我只是钓鱼 什么你们这些人被我骗了 但是这会不会也反映出来很多测译也觉得 你们现在把我当战犯 那以后就不要找我帮忙 更不用说医师苏毅峰 苏毅峰他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说是深绿的817 但是他现在也被出征 被这些网均给出征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选防疫的时候 有讲了一些公道话 结果侧翼就把他开始铺天盖地的出征 所以这就是你不站在我这边不好意思 我就不会跟你就是来客气的 我一定把你出征下去 所以现在难怪那么多人重叛清理 离开民进党 我们先问一下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档选举里面 民进党本来是胜见在握 认为说我们防疫 这两三年来我们掌握了所有的媒体 所以我们把陈时中塑造成一个神的地位 那由陈时中来领导 前台湾各县市的这些候选人的话 那这种外衣现象一定会让民党大赢 所以民党很多人看好陈时中 那他又是蔡英文指定 所以你看管碧玲 他是高雄的 他还来帮陈时中 庄瑞雄他是屏东的 他还来帮陈时中 司法院长的女儿也来帮陈时中 法务部次长蔡壁仲的女儿也来帮他 对不对 西郭勇的女儿也来帮陈时中 为什么 因为大家需要陈时中 因为陈时中会当选 我们如果帮过他的话 我们这个经历就不得了了 陈时中竞选总部的什么什么 那当然最需要这个经历的人叫陈建仁 蔡英文说这个肥借给你 陈时中一定当选 你去当主任委员 到时候仗公第一笔就是你 所以你来选总统最好 所有人都把注都要在陈时中 可是陈时中 陈时中说我 你们都说我民调高叫我出来选 陈时中简直是一张白纸 白纸就要革命 大家看了吧 所以你们都叫我来选 现在不能怪我 是 这是便当会里面的内容 可是你可以看到 陈时中会输是民进党大输是为什么 因为这场选战很简单 就是老百姓对于这场疫情 对疫情他们的看法 这些看法跟你们过去掌握媒体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因为选前两三个月 慈激功德会 日本不让高端进去 一桩一桩的出来的话 人民才发现说 原来这两三年 你们的防疫都在骗我们 都在骗 所以陈时中人设崩坏 不只那个马桶 蔡英文那时候力保这些人 大家才发现 你们整个执政团队 原来你们就是会包装 可是你们做的东西是不真实的 所以人民透气民进党 并不是因为说 他们不想让民进党独大 而是看穿了民进党 然后你们民进党 把台湾搞成这样 最后有那么多人死亡 最后有那么多年轻人受伤害 那其他的年轻人 他们不投币民进党 就可以明白了 好 我们紧接着问一下淑慧 我觉得看到蔡英文的谈话 就让我想到 明朝的亡国之君崇征 死要面子活受罪 怎么样都不肯认错 怎么样都觉得自己没有错 这个崇征在亡国之际 还讲了一句话叫做 军非亡国之君 承接亡国之臣 我不是亡国的君主 我没不对 我很认真 但是你们这些人太烂了 才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今天民进党找战犯 或是我们找战犯 最大的战犯大家都知道就是谁 就是蔡英文 昨天我在卸票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哥说 你们干嘛去帮民进党瞎操心 你们干嘛帮忙去检讨民进党 你们干嘛帮忙检讨 找民进党的战犯 就让他烂到底 就看这个政党可以烂到什么地步 坦白说我也认同 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执政党不要一直烂下去 因为他烂他的没关系 但是他把台湾 把整个台湾的这个 不管是两岸的这个问题也好 或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内政 全部都拖垮下去 蔡英文执政到现在 所有的问题没有解决 不管是两岸 不管是年轻人的低薪 高房价等等通膨 他唯一解决的就是 一场又一场的选举 一场又一场的选举 陈明文跟馆长说 我们一起来骂政府 我告诉大家 他不是良心 不是跟高嘉宇 王世坚一样说 我们一起来检查 他是要转移焦点 叫大家一起去骂苏贞昌 骂苏内阁 因为他还讲了 说其实执政县市都靠我们英系 对啊 才有办法保留下来 苏贞昌太烂了嘛 这个执政长太 这个政府太烂 这个内阁太烂了嘛 这就是蔡英文的面子 我做得很好 我没有问题 是你们有问题 所以今天到了这个地步 我觉得今天民进党的败选 就像2018年那样子 可是为什么大家看不到 民进党的检讨 因为他就觉得 我2018年大输 但是等到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再一次打出抗中保台 再一次打出这个仇中反中 两岸有危险 我一样中央执政 还是我执政 这有没有可能 坦白说不是不可能 所以这两年 我觉得与其国民党 不断的去检讨民进党 或等民进党烂 国民党自己要想好 第一个 我们要派出什么样的候选人 我这几天去卸票 当然蓝军支持者喜气洋洋 可是喜气洋洋 开心完以后 他们下一句就是 国民党不要乱 不要再像2018年一样 这个我们的执政高层 要一定不要骄傲 一定不要骄傲说 这就是我最厉害 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 大事可为 每一个人都出来选 不要这个样子 民进党烂他的 但是国民党也千万不要 让人家觉得说 无可期待 好 我们紧接着请教一下 后知哥 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就是 战犯在抓战犯 那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刚刚已经该点都准过 就想怪罪别人 就是说他的检讨 就是说他有一条线 你不能碰陳时中 不能碰孙昌 不能碰蔡英文 碰到你就变成战犯 何志伟也是这样 王志堅也是这样 高嘉宇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检讨 都必须要划一条线 在这个线里面 所以最后都推侧翼 推林志堅 都是林志堅不好 林志堅怎么可以绕跑 全党都要挺你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绕跑 侧翼怎么会出现这个样子 可是你归根究底 今天的状况当然会 你可以民党现在失败 你可以找出一堆的理由 那蔡英文现在说 是人民不想让他独大 你今天 今天六都十五县市 你选二加三 你如果选个二加五 二加八 你说民党人民不想让你独大 你选到二加三 手法要脱口 你还说人民不想让你独大 怎么是 人民就是要 要让你真相差一看 不是让你不想让你独大而已 那今天的最主要问题是 民党的问题是 其实是在蔡英文身上 为什么 就我们刚刚讲的 他现在检讨有一条线 就不能够过这条线 因为过这条线是什么 过这条线代表蔡英文错 你今天过了 你检讨到陈时中 就表示蔡英文 一直肯定的防疫是错的 你今天检讨到苏贞昌 表示苏贞昌又是错的 所以他的状况就变成说 因为蔡英文不能错 所以碰到蔡英文重视的事情 就得硬拗 不管是苏贞昌在立法院 呛委员也好 或者说陈时中再一路过来 胡说八道也好 或者彻翼寻取公事也好 他的根源都是这样 就是蔡英文绝对不能错 所以蔡英文到今天还是不认错 那蔡英文只要不认错 他的状况就一直下去 你看这次选完之后 蔡英文第一时间是什么 苏贞昌继续干 因为苏贞昌才能够维持我的路线 才能够维持 蔡英文永远不会错这件事情 再来是什么 好 我要辞职 但是没有关系 我现在要选代理人 就是他还是在巩固那件事情 他不只是要 一方面 这个是他不能跛脚的权利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面子上他完全寸土不让 好 所以我们也想要来连线一下 这个苏一峰医师 因为他这一次也是等于说被侧翼 这个全面的出征 不知道苏医师能不能听得到 我们棚内电话 棚内的声音听得到吗 可以 韩金同 好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苏一峰医师 因为当然大家对于苏一峰医师 可能也在很多的媒体报导上面 都有看到苏医师的评论 因为其实他就算是一个 民进党的一个 深绿的一个支持者 817曾经也是投票给这个蔡英文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连侧翼都会来出征苏医师 因为照理来说 大家是可能跟苏医师 侧翼们 跟苏医师是有一样的理念 就是觉得民进党可以让台湾更好 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节骨眼 开始怎么连这些侧翼 都会把您当成了矛头 我们来问一下苏医师 对 其实我以前在2020年之前 我是蓝艇民进党的一个深绿支持者 那当然我们投票也是带着全家去投民进党 然后去成为817之一 那其实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奇怪了 因为我是一个胸腔科医师 其实我一直有关心台湾的空气污染 所以我在2014年15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提台湾空气污染严重 要改善 然后会造成肺癌 心肌梗塞 中风 还有种种的癌症 那我在2014年 2015年 在网路上 写这些台湾空气污染 要改进的文章 那时候是马英九 马英九总统时期 我完全不会被攻击 我写什么就传达出去 然后大家也都监督政府 然后就慢慢改进我们的空气污染 但是在2020年 这个蔡英文817之后再度连任 我到时候就是也是提一下 空气污染的问题 开始铺天盖地的网军侧翼 就来攻击我 就把我骂的臭头 就说空气污染明明是来自于中国 我是中共同路人 我为什么要帮中国辩护 然后我无论拿出多少的科学 出去台湾做了多少研究 证明说台湾的七成空气污染 都是来自于本土 他们都是不管照骂 然后就出针出针出针 每天出针 到时候我就一直被打 打打打打打打 就是因为空气污染 然后后来因为防疫 我有很多问题 像那时候买不到AZ疫苗 只有AZ疫苗 买不到BNT 然后大家一直没有疫苗 然后跟大家说 不用打疫苗什么的 然后说什么轮到什么就打 然后只有AZ也没有关系 还有口罩拿去针 反正种种那时候防疫很多的错误 直到前一阵子的这个买 没有买病毒药就开始开放共存 还有快筛也没有准备 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处理 然后我就是开始网路骂 就开始一直被彻翼的疯狂的出针 一直的出针 所以你就是为科学 为医学的专业而发声 所以你应该很能够了解 这个陈培哲院士的一个感受 对不对 因为你们有类似的遭遇 对 因为那时候高端 我有给很多建议 就是认为他要赶快做第三期 否则卖不出去 其实我们都讲这么多的建议 但是在彻翼的眼中 我们就是中共同路人 不然就说你是蓝白粉4%盘粉 就用这些攻击你 觉得你讲的话 就是因为有背景才要讲 你讲的真理 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然后就一直出针 一直出针我 直到今天我的脸书 因为我昨天还讲了 台南有一个30岁的女性妈妈 她得了肺癌 30岁就得肺癌 开刀 结果又要复发了 她跑来找我 结果一问她又没有抽烟 也没有二手烟 也没有油烟 也没有家族死 我就跟她探 然后她就叹气说 她觉得可能是台南空气污染造成的 我把她写在脸书上 昨天和今天又被彻翼出针 所以这个彻翼是非常的夸张 她几乎听不见 听没有办法容许一件 你能去一句反政府 或者是检讨政府的话 她完全她精忠的利益 就像刚才那个大哥讲的 只有蔡英文蔡政府的利益 所有人民的死活她都不管 无论我们提出再多的一些口罩防疫策略 或空气污染 这种罪大恶极的一些空气污染 甚至有人都已经年轻就得了肺癌 他们眼中都不管 她觉得你讲的这句话 会让绿营掉选票 你就该死 你是中共同路人 她就找人来围剿你出针你 那当然她这样子的作为 其实就是前置我们一个自由的言论 就像她关掉中天电视台 或什么一样 NCC到处开罚一些反律的言论 这其实就是让大家近身不敢讲 甚至疫情期间 最常讲的就是 你讲的话对吗 否则要罚你300万 这就是近乎一种 她就是求援兼裁判 然后就恐吓你 让你讲的话 就是不敢去质疑政府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言论自由 在蔡英文执政的这几年 非常的被限制 而且开倒车 真的是民主退步党 而不是民主进步党 我们反而现在台湾 越来越跟中共对岸看齐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战狼 绿色战狼 小粉绿在网路上巡查我们的言论 只要你言论一不对 马上来出针你 然后一直围剿你 然后甚至都是用诽谤方式的 去攻击你 然后那些侧衣带头 我们也知道 许小新委员最近也破获 整个群组700多人的 全部都是这种 彻翼网军被攻击别人 所以他们其实行之有年了 苏医师也是被出征了三四年 苏医师想请教您 就是您现在对于民进党 您还会觉得说您支持民进党吗 或者说您觉得你现在已经是 民进党已经变了 不再像是你以前支持的民进党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要 跟民进党呼吁的话吗 其实我们以前 我们大家会支持民进党 都是因为我们感觉 民进党是一个 这个民主要推动民主进步 然后推动社会进步 但是我们发现 民进党最会做事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是在野的时候 民进党最会监督别人 但是自己不容得任何一点监督 那到时候他们没有执政 所以我们看不出这个缺点 我们只看到民进党很用力的监督政府 很用力的监督中央 我们就很多民众 我们都相信他 觉得选民进党一定是对的 年轻人就有冲劲 觉得民进党带领我们革命 让国家越来越好 结果没想到民进党执政之后 尤其是蔡英文总统 这个腐败的速度是远远超过 真的是比以前国民党 还要夸张很多 所以有很多像我这样的 以前的声率选民 不管是有没有被出征 心中已经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其实有很多民众 可能在这疫情疫苗 看得出来民进党的手法 真的是 即带着给你造神包装 称词中多厉害多厉害 结果看得出来是黑箱 黑箱再黑箱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 一问三不知 然后不然就是 搂人妻喝酒千杯千杯喝一千杯 几万人一起吃饭 我根本就看不出他什么优点 然后推出这么烂的人选 硬要说他多厉害 所以看得出来民进党 政府很会选举 但是不会执政 那苏医师你这一回 还有含泪投民进党吗 还是说你这一回 已经不再支持 没有没有 这一次绝对没有含泪 这一次就是 拜托身边亲朋好友 不要再投民进党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 亲朋好友如果他是挺绿的 这一次他们真的有点投不下去 所以这次民进党的票 虽然快速 虽然为什么会快速萎缩 就是有一些潜绿 中间的支持者 都不想要出来投票了 所以他就大量大量萎缩 但是现在目前国民党 对表达我们的愤怒 那国民党其实也要赶快争取这些票 所以也刚才也讲得很好 国民党要表现出自己的优点 要越来越好 让大家能移动过去 而不是我们就是短暂吸纳这些仇恨值 那这些仇恨值呢 可能的票不会长久 那又赶快做出自己的优点 其实我觉得很多民众心里已经 一直觉得应该要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 因为民进党做了这么多年 其实弄了很多黑箱 都不让大家质疑 他每次要质疑 杜登昌就在那边 你在叫什么 你在叫什么 就不让大家质疑 整个国会电场就变成吵架电场 我们很谢谢这个苏医师 真的讲出了很多民进党支持者 这长期这一阵子以来 可能看到以前支持的民进党 已经变化了 变直了这样的一个心声 我们也谢谢苏医师 今天百忙之中 特别用抽空用视讯的方式 跟我们连线 那谢谢苏医师 拜拜 那我们就先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